最近也有不同的人就着移民的问题去找我塔线暖南 但不知用哪个service好 这个冠斗录音就会做一个略略的解说 首先说A和B都是占卜 就是说一些短期就事、民事 一些手头上的决定 例如现在离开香港好不好 究竟去美国好不好 去英国好不好 如果受着这些杀到埋身 是现在会做的决定 占卜是可以帮到你的 但是如果 就是这样说 好像是纯粹在发梦 突然想一下 究竟将来移民那条路会怎样呢 因为它牵涉的时间性太长 A和B占卜就做不到 那就要做算命 那有什么算命服务是对的呢 首先是service e 就看下你们本命的名格里面 是包不包 即是对不对移民 是的 另一个国家长期生活 对你们好不好呢 适不适合呢 适不适应到呢 这道service e 就不涉及时间推算的 因为它是一个stock concept 什么是stock concept呢 在我google doc里面有解释 那你们慢慢去乖乖地看一下 还有呢 它就不会跟你说到哪个国家的 不过有机会 但是 你不要一直预期 我会这样 之后给你答案 但是有机会呢 它可以暗示到这个国家 会有什么能量的 OK 但是再说一次 我不敢打包单 但是曾经出现过 有些客人看service e 都可以大概是 指示到究竟哪个国家 好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看google doc 那里 service e 本身 它是没有包移民的 但是就住 因为最近这个都是一个 业本问题 那你们场景可以再问我 service e 究竟现在 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的 OK 那第二样可以做service h h for hayley 那就是说 哦 留年了 看下来这一年里面 正在这365天里面 究竟有没有 什么时候是一个移民的吉祥呢 我会见到 你们条命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迁移的运势呢 那这个就是看一年的 那到最后呢 就是service j 就看大批 就看很多年了 那 看下那么多年里面 就不单止一年的 是的 就看下究竟 那么多年里面 有没有移民运 是的 十年了 OK 根据我现在最新的 服务安排 是十年这样 是的 那 如果 可能看正 Let's say 如果你看到你是三四年之后 适合移民的 那你就等三四年之后才移民 对吧 那 最后呢 可以做 service m 簽證地图 acg 那 那这个呢 就不涉及时间 哦 他今次就只说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 是适合你们去移民 好了 那记住 service a b 是占卜 就即日会复离 但是service 我刚刚一路说过 那些 e h j m 就是算命 就要排队了 还有最重要 算命是需要提供 当事人的出生资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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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